人生處事, 或者面對朋友 很多時候都需要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 不要太自我 因為你自己單方面的判斷 可能會影響一件事 或者對方的友情 這個故事是什麼呢 是發生於…我想是很多年前 我在演藝界, 我經常都說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旗 他當時很紅, 當然比我很多倍 我們倆也有一些共通的朋友 有一次就答應了這位朋友 我們倆一起去剪載 到剪載的前一、兩天 突然我的兄弟就打給我 糟了…剪載我不能去 我說為什麼? 答應了別人 他說不是, 原來我們剪載那間 是一家剪輪, 他說剪輪有什麼不好 他說是, 我有一個歌星 去剪輪展賽好像影響我的形象 歌星跟你們不同 當時我有點生氣 我覺得不夠義氣 而那兩天我們就沒有見面 也沒有通電話 再兩、三天, 繼續不通電話 我一天起床, 每天都去廁所 蹲著那裡, 時間去想 難道這樣大家就不聊天了嗎 我經常說人生能夠遇見面已經困難了 成為朋友就更困難 成為自己就更加要珍惜了 永遠, 永遠這種事, 大家就不聊天 當時我就想, 怎麼辦呢? 我眼淡姐, 我當她是小人 我是大人, 大人不見小人 這樣就可以了 我馬上拿電話打電話給她 喂, 怎樣了? 她說很久沒見, 喝茶吧 她說好, 待會在哪裡見 我喝茶, 她又回復以前 又聊天, 頭笑風生 等事過了一段日子 再拿出來說, 沒事 她解釋, 我了解了 因為我回答不到她的境界 或者我不是她的身分 所以不明白這件事 所以想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每一件事 不要在自己的立場判斷了 一些這麼深的友誼 其實需要珍惜 或者很多事都是 要不然就誤了一些大事 甚至是一些很不應該放棄的事 我曾經在台灣做過訪問 我說這件事的時間 主持一聽完之後, 他立刻哭 然後一到廣告的時候 他跟他報告 他就說, 真是感謝你 因為我剛才發生了這種事 我現在立刻起床來打給我朋友 如果你最近 或者是你都發生了這種事的話 你不會想想 現在立刻拿電話打給你朋友 甚至乎他還會生氣 也沒所謂,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熄壞了 你會很開心 那天晚上你會睡得很甜 您可以看unt樂 はい, 想不想再次就看